准备过马路下一秒被对向一台左转车迎面撞上 但驾驶撞到人之后不但没有停下 反而继续往前开 直接从骑士身上撵过去 导致骑士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救人员获报后立刻到场进行抢救 目击民众纷纷上前 关心甚至有拿伞先帮富人遮阳 而这起车祸就发生在23号晚上6点 珠贝市的复兴动路二段 当时48岁的女骑士执行往前 骑到一半却被左转的轿车撞上 导致她连人带车摔倒在地 明昌叫车撞到人之后还继续往前开 这太离谱了吧 撞到人还不知道 还拖行了两三公尺 人下车来说不知道 然后我就看到那台车连过 然后直出一直加速然后在那边 他一直骂说怎么那么 夭壽 说夭壽怎么一直加速一直加速 我可以讲就是跟老人家紧张 因为那个好像就70岁 目击民众表示当下看到车祸发生时 驾驶好像不知道自己撞到人 还拼命往前加速行驶 而救人员道场师夫人当下 意识都还清楚 尤其是被轿车连续年过两次 疑似因为伤势太重 在送一强救之后仍然宣告不治 只是为何驾驶撞到人之后 还表示不知情 详细原因还有带警方调查理清 三地新闻章号与黄世涵